我最敬愛的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偉大的家長們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早 早 我跟各位一樣 我住在高速 高速是一個很貧窮的鄉村 我們那個年代 連飯都吃不飽 每天煮的飯 白米飯裡面 商車是番薯 我相信視頻裡的同學都知道 各個各個都是番薯 但是要補持的觀念就是說 人窮自不窮 人窮自不窮 所以我一直都在學校裡面服務 我從我小孩子 補優之前開始 去當會長 一直當上來 在這個過程中 我努力的過程中 我每天早上可能三點半四點鐘 我就起床 我跟時間賽跑 所以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成就 來回饋各位 回饋這個社會 在這裡也跟各位講 我這個孩子也是今年高中剛畢業 高中剛畢業 前幾天我帶他去畢業的時候 我帶他去吃飯 我勉勵他十個字 他叫華為 我說華為走從天 偽創大事業 這位還是以這地方 勉勵各位同學 不要失智 努力 就是沒有結果 多做愛心 社會就是很和諧 謝謝各位 祝各位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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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接下來我們